21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被曝提前離開挺韓遊行現場 北上出席網路節目博恩夜夜秀錄影 節目當中主持人提問 哪個國家最危害台灣安全 韓國瑜表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有哪個國家是最危害到台灣安全的 呃...OK 哇...博恩這個題目 說起來是很大的一個題目 但我要把安全這兩個字稍微快速解釋一下 OK好 安全是很多 包括吃的安全 韓國瑜先解釋安全有多個面向 包含食安 住宅安全 交通安全 治安安全 雖然韓國瑜最後有說國安最大威脅是共軍 但主持人希望他講得更清楚 所以因此如果博恩提這個題目 我們所有國防政策的假想敵 就是人民解放軍 這是我們最大軍事上的所有做的準備 而且已經70年了 好吧 這個題目打完 我要一個國家的名字 什麼國家 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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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 想要道歉的對象 在主持人暗示 可以對高雄市民表達後 韓國瑜說 高雄市民非常非常感謝 給我這個機會 那因為在請假 在外面參與這個選戰 所以沒有辦法 時常陪著高雄市民朋友 非常的抱歉 有 有道歉 OK 好 很棒 我們得到一個道歉了 很讚 節目影片發布12小時 便突破百萬點閱 網友們紛紛表示 能容納不同的聲音 這才是民主的最佳典範 新唐人海電視 正面報導